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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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你在人间就是做着人的事情 实际上对菩萨看起来你们还是在犯罪 明白了吗 因为人的贪欲 你讲起来贪谁不贪啦 也是正常的嘛 人结婚做那种事情也是正常的嘛 但是你用菩萨要求来要求自己太差啦 太肮脏啦 明白了吗 是的 确确实实做了太多太多的措施 师父 立子回去后一定好好地修 一定真的去改 不再去表面做修了 一定要跟着师父回去 对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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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弟子发愿 立实修成 我相信你这句话是真的 是真的师父 因为你能讲出这句话来 我就知道你真的在忏悔自己 因为很多人我天天看着他们 我跟他们讲他们不相信的 做秀啊 整天哎呦好像怎么样 没用的啊 因为最后你上不去啊 明白了吗 弟子已经迷失了好久了 这一时一定要跟着师父回家 师父您带着我 我一定要回去 我好好的努力 拼着命的努力 嗯 你是好孩子 我拼命的改 嗯 好孩子啊 还有机会 一旦自己能够想通了 你就是好孩子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真的 自己确实 就是非常感恩菩萨妈妈慈悲 他今天给我的这个机会 能够跟师父忏悔 能够跟观世音菩萨妈妈忏悔 好好努力 好吧 向大家问好啊 好好修 嗯 师父 师父 那个 你能不能指点一下我修训当中的问题 我自己有时候真的是智慧不够 有感觉 可是找不到那个点 有时候自己也会尽有一些瓶颈 请师父慈悲开示 要改这么就是像你现在这样多忏悔 能够多理解自己的错误 这是很重要 实际上当你刚刚讲了这番话 就叫悟性 你的悟性已经开了 明白吗 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 如果你如果你没有悟性的话 你连这几句话都讲不出来 感恩师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要明白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一切违心灶 都是空的虚的 所以有时候要面子是害死自己的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我来说